因为我们国家在很多内容上 跟国外是有差距的 大家一定要正视这个差距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国外的大学发展多少年了 我们的大学才发展多少年 就是我们升学考试恢复以后 到现在也就是40多年的历史 你让我们用40多年的历史 去年国外大学140多年的历史 你觉得可能性大吗 咱不也得慢慢年吗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很多领域上 我们要向国外去学习 那我们向国外学习的工具是什么 当然是语言 专业你学得再好 你自己在国内再怎么搞研究 那就要闭门造车 所以说一定要用国外的一些先进的技术 来给我们一些启发 让我们能够发展的更好 我觉得给大家讲过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美剧 叫《沙死衣服》里边有一句话 叫Language is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s everything 如果说你英语不好的话 你去获取信息 都是获取被人翻译过来的二手信息 你理解的一定有偏差 因为翻译者会在翻译过程当中夹载私货 但是如果说你英语比较好 你能获得一手信息的话 你获取的信息渠道 各方面你就比别人快 所以说英语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它不是说你英语学好了 人就怎么样 而是说你获取信息的渠道 和直接程度不一样 不过瘾想了解更多完整课程内容跟我来 直接点击视频左上方我的账号头像 或者打开头条搜索张雪峰老师进入账号主页 向左滑动页卡点击专栏 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课程目录了 咱们想了解哪些主题就挑选哪些课程 怎么样是不是很贴心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在评论区聊我哦